追求速度 其实是人类的本能 进入了电动车时代 车子要做得很快 不是一件难事 但是more power 不等于是more performance 而各家车厂 在发展新能源车的同时 如何能够打造出一台 兼顾道路驾驶的乐趣 同时还有赛道控制能力的车款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些品牌到底是如何 达到这样子的目标 但讲到性能 我想大家马上就会联想到 就是欧系的双兵 B&W的mpower 兵士的amg 其实在一般品牌里面 也有一些性能部门 是很强的 爱大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个豪华品牌 例如说双兵 兵士有这个amg 对不对 那B&W则有mpower的这个部门 那其实他们各自都有推出 所谓的性能车款 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amg line 或是这个m sport 这样子一些套件 在一般销售的这种 所谓非amg或非mpower 这些车型上面 那大家就在想了 这好像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一些 高级品牌的进口车 那么其他亚洲地区 日韩品牌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性能纸品牌的概念的车型 其实也是有的 我们举例来看 以台湾人最受到欢迎的 Honda这个品牌 它本身就有推出 Type R的这样的性能版的车型 不过一直以来 都没有正式的所谓导入 Type R的车型来到台湾销售 其实台湾有的Type R 从早期的这种所谓的 昔美五代六代的这些状况 甚至只有在这个日本当地发出 这个诱驾的这个车型 那或者是现在 所谓英国来的这种Type R的车款 是从这个贸易商导入来去做销售 那Nissan也有这个Nissimo 东营战神 去改装Nissimo的一些 Nissimo也推出这种 所谓的乘车的性能车型 在这个市场上面销售 那欧洲Volkswagen更有这个R R的这个部门 所以其实在各大品牌 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个部门 那其实在韩国品牌 就是现代 它也有一个N的性能的直品牌 那这个N就很特别了 因为它的N其实就是 来自于韩国本地 它有一个南洋的研发中心 跟这个什么叫做 德国纽柏林的欧洲科技测试中心 来去相结 诞生出来的N的直品牌 其实我觉得冠银刚你讲那句话非常好 有动力并不表示 有能够有所谓的这个操控上的性能 因为以往我们对于这种性能车来讲 你绝对不会联想到美系的车型 美系的车型那个动力异常之大 对不对 那LS引擎多强 可是大家都说 只能跑直线不会转弯 所以不会转弯这件事情 可能与性能 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等号 它在直线上的性能非常的 矚目 但是不能转弯就不行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两个点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去过 现代南洋的研发中心参观过 它那个场地非常的大 然后你会看到 五十五刻你会看到非常多 包的密密麻麻 密不透风的这种测试车型 在作为所谓的一些测试的形象 那其实我记得我那一年去的时候 看到那个车子 排气声浪又好 吹起来又好听 一听就是这个 三千六缸以上的车型 然后冲过来的时候 你就发觉 它里面整个刹车 车身的动态的姿态 其实都不想 刹车的卡钳也是有 比较大的这种性能型的卡钳 我想说 这个现代的南洋的研发中心 不简单 竟然在这个车辆上面 做出这么多的一个设定 后来它就在 这个纽北赛道旁边 有了一个这个测试中心 所以验证了什么呢 而且它挖了很多的这种 所谓欧洲的这种 甚至是M部门的工程师 来去主导这样的一个设计开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会转弯的 对不对 因为它经过了这个 纽柏林的一个赛道的验证测试 那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会说 我又不是要买什么性能测 我又不是要跑纽柏林 你跟我说你有在纽柏林测试 关我什么事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必须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的 一个经验累积 然后那这样子的一个科技 如果下放到一般的市售车上 它会比起没有做这些测试的车型 或是没有这些技术经验累积的 这个开发来讲 它的车子呢 第一个会有更好的一个什么 更好的整个操控性能 甚至在动态的一个表现上面 它车身的一个匹配 或者是它在行驶的一个平稳度 其实都是会比起一般的车 来得好的非常多 那这样不不是说我们要去飙车 跑纽柏林 而是它可以带给你更安全的一个 这个行路质感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车子 说什么 我要挑战这个纽柏林 我要跑什么这个比赛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现代的N部门 非常的厉害 它参加了WRC的世界拉力锦标赛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这个比赛 因为征战全世界各地 然后呢挑战非常多奇怪的路面 不论雪地 柏油路 拉力 碎石路面 等等等等 它对于车辆的耐久度 性能方面都要考验都非常的强 另外它也跑了所谓的这个 纽柏林的24小时的耐力赛 一台车 两个以上的车手 连续飙它个24小时 都在最极限的状况之下 那个车辆的耐用度 耐用 在这么极端的加烈 然后的操控性等等 都接受到全方面的一个考验 如果这个车子可以在纽柏林 跑24小时 你如果说在这个台北四开 要把它操坏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另外像这个TCR的防射 现在也有TCR的比赛车 不过最近它现在要推出的是 就是我们看到的 IONIQ 5的5N 它要去跑什么 跑这个派克风的爬山赛 而且它用的是原厂车 它会有两部原厂车 跟几部的改装车 那来去做所谓的派克风的一个条 派克风其实是非常难开的一个山峰 很多人去参加比赛 也都是这个鲨鱼而归 还有原厂去推出 然后很信誓旦旦 我要去挑战派克风 然后后来就没下文了 新闻稿就没有再出了 过了两年之后说 我还要再挑战派克风 因为它上一次挑战的时候摔下山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度高的一个挑战活动 对了 刚刚讲的它用原厂车 虽然它是用原厂车 我指原厂车的概念是说 它的动力的部分 没有做额外的强化跟调教 它可能是做了一些轻量化跟安全性的卡 例如说赛车椅 防滚龙 防滚龙 你要保障驾车的安全 那借楼赛车椅跟防滚龙之后 顺便把后座给拆了 也可以进行一些轻量化 我觉得很期待就是说 这个Ioniq 5N在派克风爬升赛上面的一个表现 是 因为这几年 如果有在关注赛数的朋友 应该会发现到 现代不论在WRC或者是TCR上面 都拥有非常亮眼的这个比赛的成绩 也因为有非常丰富 在这个赛车上面的调教经验 即使进入了电动车时代 N部门也没有让车迷们失望 好 小钟 马上带我们来看看 大家非常期待的兄弟Ioniq 5N 可以说是史上最强的韩系性能电动车 来了 对 而且它是今年2024年 世界的这个性能年度风云车 可以摘下这样子的冠军宝座不容易 它等于是获得全球的这个专业车评的认可 我觉得外观 观影刚刚说这什么蓝 宝宝蓝 宝宝蓝听着弱掉 没有 很可爱啊 对 它听着这宝蓝 好弱怎么突然弱掉 但是因为这个蓝就浅浅淡淡的 然后非常特殊 因为其实它是消光的 而且它是N专属的颜色 对 没错 然后有一个亮点 就是它一些黑化 不管logo黑化 或者是后视性黑化 另外一个橘红色线条 也非常非常一个习情 就代表我可以很清楚 很一眼就会看出来 这一台的Ioniq 5N 真的跟一般的车完全不一样 对 懂了 所以其实N部门 它们的代表色 就是黑色跟这种橘红色 对 对不对 你一看就知道它就是N 对 我觉得代表色也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以前想到这个E36年代 这个M3 可以想鹅黄色之类的 然后AMG的高性能就是这个银件的银色 所以我觉得代表色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 我一看就知道它是等于是某一个高性能品牌 那我觉得外观大家应该都看过非常多次 我觉得相对是比较熟悉 事实上它很多重点是在空力的设计 没错 它有地方会打 会开空 那其实它是为了散热 为这个空力力学的考量 包含其实我们后来发现 因为你之前是IONIQ 5的车主 对 它原本行李箱里面有一个空间 对 所以其实那个小钟可以打开给大家看 之前不论是单马达 或者双马达的标准版的IONIQ 5的话 它只是行李箱的大小不一样 是 单马达行李箱比较大 前行李箱 是 但双马达前行李箱 结果 现在都没有啊 不给你 不给你行李箱 对 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它的马达也好 或是它逆变系也好 包含它一些冷却系统 它的结构跟一般的IONIQ 5真的不一样 它需要更高效能的散热 是 没错 所以它必须要 我可以用吸声来形容 但我觉得应该大家不会太摘一件事情 你会买这台车 就不会care它前面没有行李箱 对 而且其实它行李箱还是后面非常大的 后座空间也非常宽敞 所以可以让它看 其实原本 当电动车走向高性能化的时候 它一些 大家觉得好像就是马达大一点 电池大一点 好像没什么技术可言 但事实上在散热这件事情 热管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在电动车上面 对 你看这个像不像油车 这个东西看得就很开心你知道吗 均属的logo在这边 好 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可以看 可以介绍给大家又是 比较看不到的 就是所谓的 比如说回到 OK 我们先讲轮胎好 大家可以看到21吋断照 非常大 里面有一个好大的四货塞卡线 对 还加大通风碟 对 那大家觉得 这个就是高性能称一样有配备 但事实上大家有一个重点去记得 其实原厂是最厉害的改装厂 它要做或不做而已 很多地方是我们看不到 比如说以这个 Irn 5来说 它车体的焊点增加42个 像有一般的Irn 5 这很关键的 42个好像一点多 也好像没有 但事实上它觉得焊在一个 很关键的地方 相对于我从300匹 200多匹的马力梯 要升到600匹 650匹之后 到底相对起来有哪些地方 相对是弱点的 我把它补降起来 懂了 车体需要再更强化 没错 这根本的 不是说我装的拉杆 结构杆就好了 还有一个 它的这个粘合剂 因为车体还是有一些胶 把它粘合起来 补降 它也多了2.1公尺的粘合剂 所以这些细节 我就想表达就是 它真的是一个等重预设 BMW M 并是AMG 我蹲下来介绍给你 我就蹲你可以站着 它碟盘你刚才就很大 400mm 但是当我们关注它哈姆 哈姆是铝合金的 这也大概它强度跟轻量化 都是更强更好的 而且你看它有洞洞 它洞洞不是在碟盘上面 它洞洞是在哈姆跟碟盘的交接处 这样有什么好处 当我在车辆非常极端超级的时候 我碟盘非常热 要让散热的效果好 金属会热这样冷缩 所以当我有空间空气让它热胀冷缩的时候 代表我不会有一些变形的可能性 对 所以它非常非常讲究 所以这真的跟在赛场上面 你有很丰富的经验 它才能够打造出一台 我真的就是跟你可以拼搏的车 对 没错 然后空力也是 我们刚才讲车头有很多的洞 可以是空力去导流 然后是冷却 侧面也是 你看这边 红叶子盘这个轮拱这边也是有开孔的 它不是装饰用的 不是 因为它不是吃素的 那个丰田牛魔王外观看起来很多洞 但每个都是密封的 我每次都想这个都没想到那一车 没关系 心灵马力可以挤着的 它真的骗我很多 我第一次碰到牛魔王 好多散热孔 好棒 一摸到处都是密闭的 至少造型够炫 对 外观是够炫 大大的尾翼也是标配 那它也有空力 你看它这边下去 是直接从后面这边出来 所以你看气流除了从上面通过之外 它会从这个洞砖下去 代表我的气流从这个洞转下去之后 我能够让车尾有更多一点的下压力 让我的稳定性是可以更好的 懂了 还有车主们千户万换的后雨刷也有了 在N上面竟然有 之后Ion 5小改革也有了 但是你可以抢先拥有84度大电池 还有后雨刷 就是只有N 对 所以我觉得回到价格 259.9万 当然像买不到54 它就销售一空了 但至少性能 不管是6 不请是650匹马力给你 而且经过纽柏林认证 德国专业媒体去认证 它的这个单圈耐超度 温度控管是完全没问题之外 其实实用性 因为Ion 5原本的空间使用性 就是非常难处理的 这个你有认证过 真的